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米钢板的天梯居然拿这块玻璃没什么办法 就连玻璃后面用于测试的西瓜在爆炸波面前也完好无损 更让外国网友不敢置信的是 这款玻璃的制造者仅仅是个80后的小伙子 之后 日本有位军事专家看到了视频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 这款玻璃的问世对各领域都有着空前绝后的战略意义 不仅可以保护重要的人物 而且此技术经过改良后还可以用在军事装备上 如果此技术一旦发展起来 很有可能将开辟新的战争模式 专家的话让不少人感到惊讶 这位来自吉林的小伙 究竟是谁 他发明的超级玻璃究竟有多厉害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使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小伙名叫王小欢 是地道的吉林白山人 他的父母一直都在从事特种玻璃的制造 从小 王小欢就常常陪伴父母在工厂里忙碌 玻璃制造成了他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 父母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家业 不过 王小欢对此却嗤之以鼻 他渴望去更大的城市 去看看外面世界的精彩 闯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为了改变父母的心意 王小欢尝试了多种方法 最后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的销售 收入虽然不如父母 但好歹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如果不是后来的事情 相信王小欢一辈子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有一次 王小欢去银行给家里汇钱 没想到刚走进大门 银行就来了一群持枪的歹徒 气势汹汹地要求员工和顾客们蹲下 并将值钱的东西掏出来 突如其来的遭遇 让银行的所有人大惊失色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歹徒将玻璃砸破 从柜台中将钱抢走 虽然之后警务人员及时赶到 仅用几分钟就将歹徒制服 但此事却给王小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银行中的玻璃都是特种的防弹玻璃 子弹都打不穿 怎么会被轻易地砸破 为了弄清心中的疑惑 王小欢毅然决然地辞了职 虚心到父母那里学习解惑 经过学习后 他才终于弄清楚了原因 原来防弹玻璃 只是经过了结构上的调整 通过中间的软质材料 对子弹进行了力量上的缓冲 从而起到防弹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一旦遇到击打敲杂 就会完全失去作用 知道了原因后 王小欢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决定投入特种玻璃制作行业 是要造出一款防爆防杂的超级玻璃 让需要保护的地方 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王小欢虽然有了决心 但很快就遇到了难题 该如何让玻璃同时拥有 防弹防杂两种特性呢 经过了长时间的钻研后 王小欢终于有了初步计划 如果将中间的材质 换成软硬集合的材质呢 软的材质防弹 硬的材质预防敲杂 想到就去干 有了想法的王小欢 立即就投入到了制作当中 他保留了传统防弹玻璃的 软质胶材料 在外面又添加了高分子的硬质材料 经过了一年的钻研和制作后 第一代超级玻璃就被制作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超级玻璃 王小欢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连忙找来了朋友和专业的人士 对玻璃展开了一系列测试 只见他拿起锤子 对着玻璃就是一阵敲杂 但玻璃只是外表破裂 并没有被穿透 之后 专业人士又拿出了冲锋枪 对着玻璃就是一阵扫射 而结果也出乎了众人的意料 通过测试后发现 王小欢制作的玻璃 完全防住了子弹的冲击 也具备了超强的防敲杂能力 这样的结果本应该让王小欢兴奋 但他在一旁却皱起了眉头 随即并要求进行第二轮实验 这一次 他在玻璃后挂了几个气球 想要验证心中所想 王小欢认为 防爆玻璃的最终目的 是要保护玻璃后的人 第一次测试时 王小欢注意到 玻璃虽然防住了子弹 但从玻璃背后飞溅出的碎屑 还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玻璃碎屑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甚至要高于子弹的伤害 因为玻璃碎屑响而密集 后续治疗将会更难 第二轮测试 随着几声枪响而结束 也证实了王小欢的担忧 虽然子弹被嵌在了玻璃上 但气球还是应声而破 这也意味着 王小欢的实验宣告失败 随着实验的失败 让王小欢的自信 遭遇到了打击的同时 也让他遭受了不少的嘲讽 你就是不务正业 想要以此逃避上班 你也不想想 你能想到的问题 专家会想不到 其实仔细想想 有多少奇妙的想法 败在了这句话上 幸运的是 王小欢并没有被嘲讽击倒 王小欢回到家中 开始总结第一代 超级玻璃存在的问题 第一代之所以会有非建物 是因为中间的软质胶 无法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子弹在击穿了正面的硬质材料后 由于缓冲不够 所以会对背面造成破坏 从而形成非建物 但明白了问题所在 该怎么去解决呢 查阅资料 请教专家 盲头钻研 能想到的办法 王小欢都是了 但还是苦于没有合理的方案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了桌子上 正在冒着热气的保温水杯 瞬间跳了起来 保温水杯 既然能够保温和隔热 就是因为水杯 采用了双层的中空设计 那这个设计能不能用到自己的超级玻璃上呢 之后 他将一块玻璃分成双面 中间留有空隙 利用液态的特殊制品来缓冲子弹 另外 他还将两面的硬质材料进行了升级 换成了硬度更高的材料 经过无数次反复的测试后 第二代超级玻璃闪亮问世 随后 王小欢又找来的专业人士 自信地对第二代超级玻璃 展开了一系列测试 很快 第二代产品轻松地扛住了锤杂的测试 第二轮 王小欢依旧在玻璃后挂上了气球 用手枪冲锋枪进行射击测试 经过三轮连续射击后 玻璃除了正面有破碎花纹之外 背面的气球居然完好无损 这意味着 王小欢的超级玻璃宣告成功 就在众人为之高兴之余 王小欢却提出了更加大胆的要求 直接用威力巨大的炸药测试 话音刚落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王小欢 当看到他坚定的表情后 专业人士答应了他的要求 为了测试炸药的威力 他们首先对即将拆迁的楼房进行了测试 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整栋大楼也应声倒塌 之后 他们又找来块十毫米厚的钢板 再次对炸药的威力进行测试 爆炸声再次响起 而钢板也没有幸免 被击穿一个大洞 最后就是王小欢的超级玻璃了 只见王小欢在玻璃后面放了个西瓜 又将炸药绑在了玻璃的前面 随即便展开了测试 随着冲天的火光升起 最终结果也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除了表面有明显的裂纹 爆炸中心点有明显凹陷外 玻璃背面的西瓜依然完好无损 看着实验取得了如此完美的成绩 王小欢也露出了久违笑容 不过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爆炸规模太大 是不是有碎屑飞出并没有被捕捉到 为了打消众人的疑惑 王小欢微笑着回答 仔细看好 说办 他将自己的脸贴近玻璃 在背面上下摩擦起来 随着几次猛烈的摩擦后 王小欢的脸依然光滑如出 没有任何被划破的痕迹 看到如此结果 在旁边看的人员彻底浮愣 纷纷献给王小欢热烈的掌声 很快 王小欢测试的视频就被传到了外网 美国的一家企业看到后 当即就找到王小欢 想出三千万巨资 将这个专利买下来 但王小欢却笑着拒绝了 首先我是个中国人 而我制作这款玻璃的初衷 也是为我的国家做贡献 其实按照军事标准来看的话 王小欢的超级玻璃还存在弊端 首先就是重量过重 不能够被广泛的应用在军事装备上 但他的想法却能够为国家提供很好的思路 相较于个人而言 国家肯定能找到更加高科技的材料 再结合王小欢的思路 势必能造出适合军事的超级玻璃 如果有更多王小欢这样的人站起来 国家的科技又何尝不会突飞猛进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还想知道哪些高手在民间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文字幕为 screamed